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述砍世界 现在是美国中部时间 傍晚七点钟 那么我现在在家里录制这个节目 我今天打算聊一聊 如何在美国举办活动 我想也许有的听众 我的听众 可能想在美国 或者甚至在其他地方举办活动 那么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 从来没有做过活动 那么我非常乐意 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特别是在美国举办活动 我自己的咨询公司 亚商顾问 过去在美国 就是过去的十年当中 在美国举办了上百场的活动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甚至三线城市 我们都举办过各种规模的活动 从移民投资的大会 到这个投资养老院的大会 甚至还有这个投资石油产业的这个论坛 甚至区块链投资论坛 然后我们还甚至在2018年3月份 我还在这个首都华盛顿DC的特朗普国际酒店 举办过一带一路研讨会 所以我们咨询公司呢 就是顾问公司 亚商顾问呢 举办过非常多的活动 西雅图 旧金山 拉斯菲加斯 首都华盛顿 达拉斯 奥兰多 迈阿密 波多黎各 上海 几乎所有的这些 美国的 包括上海的个别城市 包括在中国 北京 上海 深圳都搞过活动 那么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城市 大城市二三线的 我都做过 所以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绝大多数的活动呢 我可以说95%的活动 我们都是挣钱的 都是挣钱的 所以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如果 你的公司 或者是你的组织 甚至你的个人 你想举办一些 无论是讨论会 研讨会 论坛 那么我就教你一些技巧 教你一些技巧 在美国搞活动呢 其实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容易的 还是比较容易的 主要呢 要考虑到几个因素 第一 你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是挣钱吗 还是只是分享经验 还是希望拉到潜在的客户 可能每个人的原因有不同吧 为什么要想举办活动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在哪里举办 你是打算在纽约呢 还是在芝加哥呢 还是在洛杉矶 或者是更小的城市 那么你的听众是什么呢 是谁呢 是商界的朋友呢 还是某一个特定行业的朋友 或者是听众 或者是中国留学生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听众群 你要搞清楚 谁会愿意花这个钱来买你这个票 那么下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是说 内容讲什么 因为你每一个活动论坛啊 无论是论坛啊 讨论会啊 等等 或者是大型的会议啊 都会有一个主题 对吧 无论你是说 讨论美中关系 还是讨论这个 养老投资的机遇 还是讲这个 学生找工作 对吧 怎么帮助留学生找工作的一些 知识性的研讨会 或者是讲座啊 等等 那么你遇到了 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呢 就是说 你把这些都搞定了以后呢 更实际的问题就是说 我要在哪里举行 好 我是要在大学的校园里 租学校的场地呢 我还是说 在酒店里举行 因为像我们公司过去 举办的所有活动 基本上都是在酒店里 我们到酒店去租场地 这个酒店租场地呢 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首先呢 你要首先考虑 这个交通的问题 应该像我们主办会议的时候 论坛的时候 这个客人呢 是来自于美国的全国各地 甚至有来自于海外 比如说我们在 2017年 2017 对2017年还是18年啊 我们举办了一场叫做 中美电子货币和机块链 投资论坛在洛杉矶举办的 是吧 那么来参加这次论坛的客人呢 有远自于香港的 还有澳大利亚的 还有英国的 还有俄罗斯的 当然还有中国大陆的 很多客人都来了 那么美国境内的 就是来自于各地了 所以呢 考虑到交通问题 我们呢 通常是把这个会议场所呀 锁定在离酒 离机场 国际机场比较近的地方 啊 通常呢 在美国的各个大机场附近 都有很多的酒店 比如说谢尔顿万豪啊 啊 凯越啊 啊 各种档次的都有啊 通常我们是选择 喜欢选择是谢尔顿和万豪酒店 因为我们的所有开支啊 在酒店的开支呢 都是可以啊 这个有积分的啊 因为我们是谢尔顿 我个人比如说我个人啊 是谢尔顿和那个万豪酒店的会员嘛 所以呢 我们所花的一切 他都会给我们算在我们会员的账户上 这样子我们就有一定很多的积分啊 如果一年搞几场活动的话 积分还是挺多的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提前 比如说提前两个月甚至三个月 我们选择酒店啊 我们可能在机场附近 选一个位置比较好的 然后呢 比较方便的啊 这个酒店的这种 这个房间啊 可能是比较新的啊 不好意思 我把这个关一下 比较新的 这样的话呢 客人的满意程度会比较高 要不然他会抱怨说 哎呀这个酒店的房间怎么那么旧啊 是吧 所以通常我们选择比较大的酒店 这样的话呢 酒店里面会有餐厅啊 如果客人不想出去吃的话呢 他们在餐厅里 也比较方便 同时呢 我们一般啊 都会提供这个午餐早餐 甚至晚上还有活动 那么如果是这种大型酒店呢 就会比较方便啊 因为他自己有餐厅 所以他提供餐饮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所以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在在内 通常呢啊 你选中一家酒店之后啊 你就要 比如说我选中了洛杉矶国际酒店的希尔顿 好 既然我选中了这个酒店 那么我首先联系的呢 是酒店的叫做catering service 这个catering service呢 就是说专门对外包餐饮服务的 这个部门 每个酒店他都有啊 因为这个catering service的这个负责人啊 他主要是负责在酒店里 外面的人过来举办各种会议 然后呢提供餐饮服务 所以一般呢都是找这种人啊 当然了也有的酒店可能会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啊 convention啊 或者是conference的sales director啊 就是负责举办会议的 这个销售经理 所以通常就是这两个部门 你首先联系他 联系他以后 你告诉他你要选择的一个是日期啊 我大约在 一般通常 比如说你要提前三个月联系啊 因为你需要三个月的时间销售你的门票嘛 那么你就跟他讲 你说我们打算搞这个活动啊 大概是要多少人啊 这个很关键啊 因为这种酒店呢啊 通常呢就是夏季会比较繁忙一些 他可能 这个 空档不多啊 但是像冬季啊 其他季节他空档很多的 特别是这种大酒店 他有很多的 会议空间啊 会议空间 比如说 各种各样的会议室有不同尺寸的呀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你在跟他签合同的时候 你就说OK 我 这个会议我是想做的很大的 但是呢 为了避免就是说 我住的太大场地 到时候呢 我人没招那么多 就不想说我订200个人的位子啊 因为万一 你的野心挺大 做200人 万一你到时候只卖出去70张门票 怎么办 你就亏惨了 通常你就说 我先订50个人 然后我再看我的销售情况 如果好的话 我会增加这个人数啊 增加这个餐饮 这个人头的人数 对吧 一般酒店呢 他都会答应 都会答应 所以最开始的话呢 他可能会给你一个 比如说只容纳50来个人的一个空间 但是假如你后来卖到七八十个人 他通常通常啊 都会给你升级 也就是说给你换到一个更大空间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就保证你 保证你不会亏本啊 因为有一次呢 我们当时是要举办一个活动 举办一个研讨会吧 那么我就是租了差不多100个人的这种场地 租了100个人的场地 如果你在合同上写的是 这个100人 那么他就给你找一个适合100人的这个场地啊 然后呢 你要按这个100个人的人头来交这个餐饮费用 可是呢 那一次活动 因为我们的销售不利啊 我们只卖出去了70多个人的人品 这个人头啊 70多个人的这个这个人这个票 那么我们就亏损了20多个人的钱啊 因为酒店他不管你啊 你卖出去多少啊 如果你卖多了 当然你要多交钱 可是你卖少了 你交交个酒店的钱 他是不退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是学到了经验教训 所以我们每次搞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就是说 在签合同的时候 我们会把规模说的小一点 然后呢 一看我们门票卖的很好 参加会议的人也挺多 然后我们会及时通知酒店 然后酒店会会尽量的安排我们更大的空间 因为其实呢 有的时候啊 就是看你怎么摆这些桌子 这个空间呢 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比如说 假如他没有地方 没有更大的空间给你换了 然后你就说 OK 我原来是这种宴会形式的 宴会形式呢 就是说是圆桌子 一桌子可以装七八个人 坐七八个人 或者是十个人 那你说现在我不坐 不坐这种圆桌了 好 不是坐这种宴会 宴会摆设形式 我们是坐成 比如说 stay at 就是剧院 或者是classroom OK 就是教室 那么这就是一排一排的 这种长桌子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保证你的所有的人都能坐下去 所以他有很多摆设方式 这个桌子摆设方式 能够让你 能够充分的利用空间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 你要搞清楚 搞清楚 有的酒店呢 他就是说 我没有自助餐 实际上自助餐是比较便宜的 你尽量要点自助餐 你说午餐 我需要自助餐 如果他不是自助餐 就是说一盘一盘的这种 那这种就比较贵 一个人的开支 可能就要多加些钱 如果是自助餐的形式 就相对来讲 就比较便宜 通常呢 举办活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提供一个 所谓的美国大陆早餐 大陆的早餐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的 甜甜圈啊 一些水果啊 就是很简单 然后客人自己去拿 然后有些咖啡 茶水 热茶水之类的 那么他一般到十点钟的时候 就是说早上 比如说你八点钟开始 你就要通知他 他的技术人员 必须在 比如说七点以前 过来帮你接电脑啊 帮你接这个投影器啊 等等啊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 有什么音响系统啊 乱七八糟 那么有的 有的一些来参会者呢 他们很无聊嘛 他们起得早 所以他一大早就跑来了啊 你那还没弄好呢 他已经 七点半就开始 已经坐在这个会场里了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 告诉客人 八点以前不要来会场 八点以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 我们要 我们要摆东西 对吧 因为酒店通常在 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呢 他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 他顶多是把桌子给你铺好了 但是 第二天早上 他可能才会给你接音响啊 来测试你的音响 所以通常呢 就是说 早上的时间 你要留给自己一些 然后你告诉客人 八点或者八点半 才来会场 对吧 九点钟啊 正式开会 或者八点半注册啊 所以这样子 你给你自己足够时间 然后呢 你一定要啊 一定要测试好你的电脑 你的投影机 投影仪啊 还有你的音响 对吧 如果你是采用这种无线的这种麦克风的话呢 一定 要但还多多准备几个 比如说你定两个 因为比如说你有这种 所以大家坐在一起的啊 美国叫做这种啊 panel discussion啊 大家讨论四五个人坐在台上 你可能至少你要两个话筒 在那轮换啊 所以这些都要想得到啊 那么这个就是说 要定这个会议场所 对吧 然后呢 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呢 他可能还会给你再送一道茶点过来 啊 就是tea break啊 那么像这种 他都会算在人头上 比如说 一个人头 一百一十几 或者八十几 那他有的时候呢 自助餐也是可以给你选的 对吧 比如说 鸡肉啊 鱼肉啊 等等等等 所以他都有菜单 你可以选 也有稍微便宜一点的 也有稍微贵一点的 那么这是酒店 通常呢 你活动结束了以后呢 你呢 要把这个 所有的设备 你租赁的 租借设备 你一定要跟那个经理讲一声 就说OK 我这今天的活动搞完了 如果有什么要签字的 比如说发票啊 等等等等 他一般签完字以后 你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结束了 那么 这个主要是讲的会场 对吧 讲的会场 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怎么来有收益 对吧 就说我要搞这个活动 我要 我是需要有观众 然后我是要卖钱的 对不对 那么首先呢 就要讲的推广 你怎么让你的活动 能够让 你的行业的人知道 所以通常我们呢 举办活动之前啊 好 酒店订好了以后呢 当然了我们之前都做过可行性研究 认为这个主题的活动可以做 然后呢我们就发news release 我们自己会发news release 就是通过网络要发各种新能稿啊 在美国呢 比较有名的这种发新能的这种一个机构呢 都是网上的服务 可以花300多美金 叫做prweb.com 这是网上服务 prweb.com 你可以自己写稿子或者他给你写稿子 他写稿子就会贵 对吧 你自己写稿子然后你传上去 然后他审核以后他会发到很多很多的媒体身上 网络媒体线下媒体 所以呢 你的曝光率是会比较高的啊 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就能知道 那么手机这个如何收收钱呢 对吧 你肯定是要设一个活动的网站 比如说某种大会啊 那个一个网站就把它设计好 设计好了呢 你各种各样的内容 对吧 你的这个嘉宾呢 主讲嘉宾呢 等等等 你都要介绍 都要做一个中国性的大会网站 通常我们的收这个注册费啊 收注册费 我们是通过第三方的一个服务 叫eventbrite.com 这是美国其实他有好几种这种 第三方的收费 大会注册的这种收费服务 所以呢 你可以选择 那么我们用了很多年呢 就是eventbrite eventbrite.com啊 然后呢 你把它设定好了以后 你可以设这个 比如说early burn啊 如果订票订的早的话 是有折扣的 对吧 正常价是多少 或者是到最后很晚了 报名的那个费用又是多少啊 直接你可以设 设一百美金的差价呀 或者说几十美金的差价 甚至你还可以设团体票啊 比如说 group rate啊 团体的价格 那又是多少钱啊 所以我们通常用这种服务 然后把它链接到网站上去啊 链接到大会网站 这样子的话呢 啊 客人们一看到了这个啊 你的网站 然后他们决定来参加你的会议的时候 他们都会在这自动买票 好 买了票 你都不用管啊 因为买了票 他一直交钱 他马上就会收到一张票啊 都是在网上 一个电子信的 那么到时候你反正就是说 哎 你这个来的时候呢 你把这张票打印出来就好了 啊 因为你自己会有所有的客人的名单 啊 这是通过这个第三方的这种 啊 订票服务了嘛 啊 通常呢 像我们搞活动啊 啊 核算成本 就是基本上就说 我们要飞过去 对吧 我们要飞过去 然后呢 我们要租赁这个场地 然后呢 我们可能还要租赁音响设备 音响设备通常是酒店 啊 委托第三方来提供的 所以那个 那个音响设备的费用呢 它是不包含在酒店的那个 餐饮费用里面 那个 音响费 音响的设备啊 之类的呢 啊 是第三方 公司 所以他还会有一张发票给你啊 那么 啊 我建议呢 就是说 你使用自己的 带上自己的电脑 啊 带上自己的那个什么 手提电脑 这样子你就不用 租赁他的手提电脑 你这样子就可以省点钱 是吧 通常呢 我们为了保证就是说 我们能够盈利啊 能够盈利 所以我们的门票啊 基本上是设在 比如说 这个early bird rate啊 就是 早鸟的这种 遮扣票 它报名早 那么我们都在500多美金 一张门票 啊 正常的话 门票呢 比如说到了 过了一个月了 或者过了半个月了 我这个early bird rate就没了 就开始正常的了 对吧 正常的我可能就一下子就卖到了695了 啊 695美金 是吧 我可能 这个正常价呢 可能就一个月 到最后靠近这个 要开大会的时候 的前15天 或者前10天 我的票价很有可能就涨到了900多块钱 啊 比如说995美金 啊 这样他就有一个阶梯形成的 啊 如果是团体票 比如说 呃 有一家公司想来两个人 或两个人以上 对吧 那么我就给他打比较大的折 比如说 我正常的票价可能在695 对吧 哎 那我的团体票 那我的团体票可能 只要615块钱 所以呢 之间 有一个这样子 你就鼓励更多的人 比如说公司派两个人来 派三个人来开这个会 啊 这样子的话呢 很快你的这个 门票就卖得非常好 是吧 所以 比如说 我有一次在纽约搞了一场大会啊 纽约搞了一场大会是在宗城曼哈顿 曼哈顿的那个西尔顿大酒店 那个酒店非常的大啊 搞这个活动 我差不多有200多人来参加吧 每一个人的门票 都是从将近700美金到900美金之间 所以那一场活动就挣了非常多的钱啊 当然我指的是毛额的销售啊 还是很多钱啊 有一个弱点呢 在这种特别大的酒店 特别大的城市举办活动的话呢 就是它的综合成本高啊 比如说 你有一些会议的资料 可能几箱几箱的运过去啊 它都要收钱的啊 这个啊 因为它是工会中嘛 所以呢 你不能自己去搬啊 它得要指定它酒店的人搬 而且像比如说一个箱子 15块钱 一个箱子15块钱之类的 所以呢 我们通常喜欢 把活动去啊 拿到洛杉矶啊 洛杉矶拉斯加斯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啊 纽约比较贵 等你这个啊 把这个酒店的那些租赁费用啊 乱七八糟费用 一交给酒店以后 你发现 你卖了十几万美金的门票 结果大多数都被它拿跑了 所以呢 性价比比较高的 啊 这个酒店啊 还有各方面呢 就是说在美国的西海岸比较好 啊 我们在波士顿也搞过活动啊 波士顿 首都华南DC 纽约 新泽西 我们全搞过活动 所以 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我们就能够知道 在哪里搞活动 你的收益会最高 比如在洛杉矶 啊 洛杉矶的收益比较高 因为它的酒店太多了 啊 而且呢 它不像 不像纽约啊 都非常的昂贵 在洛杉矶就相对讲 就比较便宜 在拉斯维加斯也很便宜 啊 你在拉斯维加斯举办活动 好处呢 就是说很多人就想到拉斯维加斯去玩 对吧 就是说 哎 我要去开会 就顺便去玩去了 所以呢 很多人是 是有这个因素 有这个借口啊 就顺便就跑去开会 杀人是自己想去玩 啊 那么在洛杉矶呢 还有个好处呢 就是说 啊 这个 华人比较多 啊 华人比较多 所以他一旦发现 有这种会议啊 特别是有一些 涉及到 啊 中国方面的会议 那么他们很多人都会来 啊 很多人会来 而且他也舍得买这个票 啊 舍得买这个门票 啊 当然了 如果是华人的话呢 啊 如果有人来问你啊 通过电子信来问你的话 你可以给他额外的折扣 啊 通常我们 如果意识到 有华人来找到我们 说 说总能不能给个折扣 我就再给他 一个额外的折扣 那么很多美国人 他不在乎的啊 因为这些钱呢 实际上来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啊 都是一些公司的老板 或是公司的人员 所以呢 他们都是有报销的啊 不是 不是自己掏腰包 所以他们也无所谓 所以像我们搞活动的话 对吧 我们收获了700美金 800美金 900美金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啊 轻而易举的事情 啊 当然了 到中国就不行了 到中国 啊 其实七八百美金 那不是太多钱了吗 是吧 啊 所以我们在中国搞活动呢 一般就收费比较低 都按照中国的 中国的这种行情来收费 但是在美国呢 我们做活动是很挣钱的 啊 搞一场活动 哎 不光是挣钱 而且你马上就建立很多的人脉 非常多的人脉 啊 这种人脉 对于你啊 未来很多 有可能是我们潜在的客户 所以我们咨询公司呢 潜在的客户 很多是来自于开会啊 开各种各样的研讨会 各种各样的论坛 这样子的话呢 哎 他呢 就是发现你 你这个人挺牛的啊 你讲了这么多东西 如果他也是在做什么事情的话 比如说做石油投资 或者养老院投资 他就来 他来找你 他就来找你聊 对吧 像我 对不对 我举办那个区块链大会 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大会 我主办的这个活动啊 我就主办了一次 虽然我主办一次 但是我呢 是参加过好几个大会 而且几个大会都请我做嘉宾啊 做演讲的 讲的是投资啊 投资啊 这个行业吧 啊 而且呢 我还是好几家 这个区块链公司的顾问 啊 啊 所以呢 就是说 通过这种形式 不光是给你自己的公司 做品牌 做宣传 而且能够拉潜在的客户啊 所以我们是非常喜欢搞活动的 但是最近几年就没有搞太多啊 那么 搞活动呢 就涉及到嘉宾 对吧 你要邀请嘉宾 像我们公司主办所有的活动 我们的嘉宾 都是他们自己掏腰包 到我们的台上来 我们从来不会为他报销 或者为他出各种各样的费用 不会的啊 除非几个别几个别 他的名声特别的大 我们会给他出机票钱 或者给他出酒店钱 绝大多数的嘉宾 我们邀请的都是专家 OK 他们也想露脸啊 他们知道我们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想露脸 那么 他们就不在乎 所以他们自己掏腰包买机票啊 承担酒店的钱啊 这是我们搞活动 我们都是这么搞的 包括我们搞区块链的活动 包括我们搞这个一带一路研讨会 对吧 我请的这些中外嘉宾啊什么的 基本上是我们不掏任何费用的啊 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场地 一个场合来宣传他自己 对吧 所以他来一趟 他可能会认识到很多潜在的客户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啊 在美国搞活动的一个基本的流程啊 基本的流程啊 总结我的经验啊 如果你想在美国搞各种各样的论坛 会议 讲座 总的来讲 是能够挣钱的啊 因为美国人他喜欢 去交流 美国人他喜欢 他也喜欢炸堆 他也喜欢炸堆 比如说他同行 对吧 他都是搞这个行业的 比如说我们搞石油 投资论坛 我都是做石油的 从四面八方 来了 对吧 四面八方来来来来 大家都认识认识啊 这个是搞石油行业的律师 那个是搞石油行业的会计 那个是搞石油行业的工程的 所以他们都非常喜欢啊 结交这些人 所以呢 啊 不论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啊 你都可以搞这种活动 但是很关键的呢 啊 就是你一定要把你那个活动 想办法通过广告 通过社交媒体 让行业的人知道 这样子的话 哎 他们觉得 这个活动不错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啊 当然了你肯定是要花了不少功夫啊 把这个这个 这个行业的嘉宾要请到啊 这个行业 你看我搞养老行业的时候 投资的时候 然后我请的是养老行业的啊 哎 我搞石油的 我请石油行业的人过来讲 哎呀 我是不可能讲的 因为我只做主持啊 我做主持 我做这个组织活动 但是我基本上不太讲 我要讲的话啊 也讲一些就是涉及投资的 技术性的 我是不会讲的 因为我也不懂 对吧 所以呢 啊 请这个嘉宾 你一定要花时间研究 这个嘉宾他有没有名声 因为有名声的嘉宾 他能够帮助你卖这个门票 啊 因为大家一看哦 这个人是我们这个行业里 挺有名的一个啊 平时见不着 这次来来见面 啊 跟他聊一聊 是吧 啊 所以呢 啊 比如说有个特别重要的嘉宾 你是一直很想邀请他 但是呢 他可能不在洛杉矶 他可能在纽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事先可以跟他商量啊 要么我就出机票钱 要么呢 就是说你把活动动到纽约去 啊 这样的话 他们这些大牌 他就不愿意乱跑 啊 他说我没时间跑 他就把你拒绝了 对吧 你说哎 我这个活动就在纽约 你那天有没有空啊 你就讲了啊 比如说给你45分钟 等等等等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些基本技巧 当然了 会议材料啊 什么的 你都要提前准备好 啊 嘉宾的那些名单啊 履历啊 你都要放在网站上 啊 这样子的话呢 哦 只要你能够跟酒店谈成一个很好的 啊 很好的这个 这个费用的问题的话 你基本上 基本上 你都能够挣钱 好 你只要卖个十几个二十 二十几个人 你的成本基本上就收回来了 收回来 剩的全是挣钱的 哦 因为我 比如说我们过去搞一次活动 都卖光了 OK 而且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站上说 我们不接受空降兵啊 你要想来参加大会 你必须要提前买票 而且我们的票呢 是不退的啊 比如说你自己来不了 你可以让你的同事来 或者就是说 你的票一年内有效 我们一年内会有很多的活动 你可以来参加 我们都会记录好的 但是我们是不退票的啊 你交了钱我们就不退了啊 通常这是我们的惯例啊 当然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写在网站上啊 必须写在网站上 这样子大家都会知道啊 所以他不会找你麻烦 要不说哎 怎么搞啊 对不对 他找你麻烦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细节要注意的啊 我们在2018年 我在那个首都华盛顿 特朗普国际酒店啊 靠近白宫那儿 搞了一场活动啊 叫做中国一带一路啊 这个研讨会啊 一带一路研讨会 当时来参加的人 有包括国内来的啊 也有美国的啊 有当时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还有新华社驻美的记者啊 都来了啊都来了 然后当时我也请了这个中国国际贸易出境委员会 驻驻美国的首席代表 然后我还请了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啊 是个大学教授啊 然后来参加的 还有一些美国的政府官员 虽然他们没有透露 他们是政府官员啊 但是还有美国西典军校的人 他们都来了啊 啊来参加 当然我们这个研讨会呢 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啊 所以有说好的 也有说不好的 两方面我们都啊 我们都在啊啊请这些专家来讨论 然后呢 请大家啊上来 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活动啊 特别是研讨会啊 特别是一些啊论坛 我们都会给这个来参会的人 给他一个发问啊 有发问题的这个这个啊 呃一个时间时间段啊 如果有的比如说 有的活动我们的这个 门票卖的比较好的话啊 我们通常呢也会举办一些联谊活动啊 就是说大会之后 比如说四点钟五点钟之后 对吧 我们会搞一个小的party 然后这里面有些吃的喝的呀 大家就站着聊天什么的 对吧 我们在比如说 我们在迈阿密的时候 我们在海边 或者在波多利哥 海边的 我们的场地是在海边的酒店 我们的那个会议室 直接就看着大海 对吧 然后会议完了以后 我们马上就在那 有一个reception reception就是有点像交流活动 对吧 那里面啊 酒呢 我们是采用cash bar的方式 cash bar的就是说 酒店里提供一个小酒吧 流动的酒吧 提供各种酒 但是客人想喝酒的话 他要自己掏钱买啊 自己掏钱买 所以这个就叫cash bar 那当然还有一些 就是说啊 零食啊 点心啊 这些东西 那我们自己来承担了啊 啊 当然了 如果你的活动搞得比较大的话 你也可以找赞助商啊 因为像我们的活动 都会有赞助单位啊 只要有一两个赞助单位 基本上我们的成本 就全部都保障啊 所以 当然你一定要做得好 做得好 人家大家愿意来 人家才有一个公司 愿意去赞助你啊 其实你的赞助费呢 也不见得一定要设得很高 比如说你设个三千块钱 五千块钱 对吧 比如说有的人 有的有的行业的 他赞助我五千块钱 我让他当会议嘉宾 他可以上台去演讲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比较灵活的 然后你会帮他做很多宣传啊 他的名字都在网上啊 他的公司也在网上啊 对吧 所以 所以一定要找赞助单位 赞助单位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会承担 一定的风险 万一你的门票卖的不够 你可能就亏本了 所以其实在美国搞活动 我想跟国内啊 或者其他地方搞活动 比较接近啊 方式比较接近 一个搞得好的话呢 能够为你的公司带来很大的收益 这个收益不仅仅是那些钱的收益了 很多很多时候呢 是帮你打这个关系啊 帮你这个奠定你在这个行业的地位 和名声啊 同时呢 有很多潜在的客户 会排了队来找你啊 好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美国举办活动啊 如果要是你在美国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啊 需要更多的经验 或者需要啊 啊 这个跟我合作的话 你也可以来找我啊 可以留言啊 啊 毕竟我做了活动做的太多了啊 做的太多了 而且我们做活动都是各种主题的啊 有的有的是 我完全就是不熟悉的主题啊 我们一样举办啊 我们举办活动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 欢迎订阅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啊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 perspectонч的东西 受费 咱们 threw 时